排个序吧 哪个是第一重要的 想去的 销售 但是做销售这个事情的话 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 而且你看你的脚这个样子 你能经常跑吗 可以坚持一到两个小时 但是时间长了 这个脊柱腰会疼 你是脊柱侧弯嘛 对 而且销售经常要面对拒绝 如果有些人在拒绝的过程当中 还鄙视你的腿 你受得了吗 一开始应该会自己难过 但是会忍 所以总而言之 那种面对面的销售 要跑的销售 还是不适合你的吧 对 像其他的电话销售都还是可以 对 我也是兼职做的主要就是电话销售 咱们现在就来试一下 电话销售教育的课程 好 你熟悉的 好 好吧 挑近期吧 九层教育的近期 您好 您好 我听 咱们现在已经放暑假了是吧 对 这个孩子在家 您给他报什么辅导班了吗 我没孩子 那个您朋友 好 下方 好 下方 朋友或者亲戚家的孩子 您看看现在假期他在那个有这个 我有朋友 孩子可能是适龄的 就是曾总的孩子 好 对 十二岁 那您那个把曾总的电话方便给我一下吗 不方便 不方便呀 对 你可以跟我介绍 晋总 您看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呀 现在是小班教学 就是老师的关注点会 对学生的关注点会很高 你看咱们孩子就是 现在是刚上六年级 对吧 马上上初一 初一 那好 那这个孩子就是语文这方面 他这个作文这方面的写作能力 您感觉就是说 有没有提升的空间呢 好像是有提高的空间吧 我觉得你们两只已经不是小手 他有一个优点还好 他说咱们家孩子 这是一个有亲和力的术语 但后面那句话就不着调了 您觉得您的孩子还有作文提高的空间吗 你觉得你这么问 人家怎么回答呀 我们家孩子没得救了 对不对 其实我也是在迎合他 然后包括我也在给他设一些门槛了 对 我不会把电话给你 我也是在给你设置一些的难度系数 对 除了做电销之外 你还能做什么 你不是建筑电器与智能化专业的吗 是这个专业 对呀 你不是本科吗 就是他的这个性格啊 就不适合做那种比较有挑战性的 或者比较尖锐的 或者有攻击性的事 他是一个很温和 很质朴的一个孩子 对 所以说你把他拔得很高的时候 对他来讲是压力 或者说我觉得他上一些 上年还有 但他想循序渐进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对 其实 如果从文员开始做起可以 可以 也可以 文员啊助理啊行政啊 他刚才提的有个问题啊 其实在我们来说的话 其实在互联网教育行里面 有个职位是比较适合的 就是质量监控员 因为我们 比如说我们三号就是这样一个职位 他第一个他用到人工智能的一部分技术 但依然需要人工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好 我们不要看着老板们这么热情 我们就丧失自悟 好 他们今天在台上可以作为一个慈善家 因为有尽头在这儿 但是你在生活当中 如果你真的你工作不良的话 谁也不会养你很久的 对 所以我再问你一遍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你最想要的职位到底是什么 我最想要的职位是 审核专员这一类的 就像刚才他说的审核专员这一类的 对 是吧 要求薪资是 4500 好 有地域限制吗 北方城市最好是二三线吧 咱能不能比这样 北方城市 当然了 4500在北京也未必过得能有太好 但咱们别惧怕 他给我的感觉老是躲呀闪呀让呀 不敢往前冲 那这样的话 实际来讲 在职场上走来走去的话呢 慢慢的就会被边缘化 第一轮选择薛贺利 还有14盏灯